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给你带来一个效率的提升 但是如果并不是所有的压缩都能带来效率的提升 那就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解压或者是我们的压缩都是要占据时间的 那如果说你解压或者是压缩占据的时间 大于我们的传输时间的话 那可能它就试得起烦了 所以说我们还是来看一下 但有多数情况下 我们应该会提到我们的一个提升作用 好 那我仍然还是这个 我仍然还是这一个 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那这个比较简单 compress compress demo 是吧 dmo 然后呢 我们叫compress demo 我应该写错了 是吧 压缩 压缩 压缩这上面的这些我们都不用去管 然后这个它处理的什么业务 这个不太用去管 然后呢我们要管的是这一段 把这一段有共去掉 这个不能啊 这个多了 然后这去掉 然后这里边的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去了 这个都可以去了 然后呢 第一个不要去啊 然后我们还是从那个文件里面去读数据吧 然后在这儿 你再设置一下 我们map阶段的一个输出压缩啊 reduce阶段输出的压缩啊 这个在哪设置啊 那比方说我在这下边来设置你觉得行不行啊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来设置觉得管这个生不生效啊 这儿 我们设置啊设置输入输出压缩 设置输入输出压缩啊 输入输出压缩啊 那我们map阶段的那我们首先设置map阶段的话 map阶段也有好几个参数啊 那我们到这儿来找就可以了啊 稍微等一下吧 好 我们在这个里面来找啊 这个之前给过里面 但是我不知道放哪一天了啊 我先考一份进来 然后呢我们来找一下 那他应该八九步里十在mapread里面 是吧 那我们找了收这么一个单词啊 叫compress ok compress compress 有错吗 compress 差一个p啊 难怪 说不出来 ok 然后我们再来加一个啊 加一个点 compress compression这些啊 好 然后大概差不多已经到了啊 那这样的话咱们这儿啊 你可以看到这儿 maple就是output file format是吧 然后这个的话 什么最终输出的一个是否压缩啊 文件是否压缩 然后我们往下边来找 下边来找 然后这儿的话 那这个其实就是map阶段 问你map阶段输出的这个压缩的一个算法啊 那这个是map阶段输出 问你是否要进行压缩 ok 那么这儿 它只能是处和force啊 那处和force啊 那处和force我们怎么设置呢 那我们这个用conf.set啊 这个处和force 那我们设置布儿类型 然后这个是它的这个 然后这个我们可以tue ok tue啊 好 然后这个啊 咱们不能放到这儿啊 一般是要放到哪儿啊 conf 在获取job之前啊 你要把这个job 把这些conf的信息给这个job啊 ok 那这也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我们可以conf.set 这个 就是set吧 就是set ok 然后我们这一个的话 应该就是这边的这个 compress codec啊 ok 然后是由于我们没有打开这个开关啊 是否要压缩的这个开关 然后默认的话是用的这一个是吧 然后这里面我们都配的有是吧 人家 叫difficult.c 是吧 difficult.c 采用的压缩算法 采用的压缩算法 ok 那这是map阶段的啊 map阶段的 我们来看一下map阶段还有吗 关于压缩的是不是就这俩啊 好像就这俩啊 然后呢就是阶段 那它是这三个 那我们把它这个复制过来 到这边来改一改啊 ok 然后呢 我把这一个复制一下 然后把这一串复制一下 好 这就是我们map阶段的啊 这个reduce阶段的啊 设置我们reduce 设置reduce阶段 输出的压缩啊 reduce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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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出压缩啊 设置map阶段 reduce阶段 输出压缩 ok 好 那我们这下边仍然还有一个啊 仍然还有一个压缩的一个算法啊 然后我们到这边来呀 我把这个跟他也是一样 他默认的也是一个叫呃 默认的压缩算法啊 也是这个dbc啊 那我们也也叫dbc啊 但他这还有一个啊 counf.set ok 我们也是同样的普通的两个支付串啊 这个是压缩的一个类型 ok 压缩类型 那他这压缩类型的话有三种啊 一个是进入 然后这儿 然后是record 然后是快啊 进入压缩 这个一条一条进入啊 然后这个block 快 进压缩或者是那 不不进行压缩啊 不进行咱们的这种选择啊 就选择压缩类型啊 不用 ok 然后他默认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叫record的啊 进入压缩 然后我们把它拿过来 好 ok 然后这样这样一设置的话 那就成了啊 成了 然后呢我们再去对他进行一下 不用了啊 别的就不用了 然后我们直接打包啊 注意一下这儿啊 把它配到这个conf前面啊 配到我们这个job获取之前 然后另外的话 这是两个阶段啊 都可以设置 然后再一个啊 就是你这儿设置了 map阶段是输出的是压缩文件 那么你就是阶段 是不是要去解压一下 这个不用你去管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输入数据 可以是压缩文件 我们这个map reduce 会自动去给你找解压的一个算法 ok 找解压的一个算法啊 好 然后呢我们倒一下包 ok 倒一下包 倒一下包 我们把它拉上来一下 我们看一下他和之前的这个运行出来的话 有什么效果啊 ok 那这样啊 我们这个也没有关系吧 答不了 没有关系 因为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下面的没有变啊 这些我们来看一下变没有变啊 ok 这个没有关系 主要是这儿是一啊 那我们说一个参数就行 然后我们现在参数的话 都和这个输入的没有关系啊 那么为了把它运行起来啊 那么还是把它运行一下 ok 然后这边的话 这个就不叫他了 而叫什么呀 compress 是吧 compress 这个应该写的写错了啊 compress 多了一个m 是吧 ok 然后这个参数不管用啊 实际上说参数是不管用的 那我们的这个数 输出都有啊 然后输出是000 啊 待会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我们现在看 已经看不到了啊 估计 hdfs dfs-ls 然后out 下面的000 ok 赶紧看一下啊 看能不能看到 好 这时候没有了啊 那以前的话 你可以回想一下 以前他是不是都是什么 pd-r-000啊 我们待会再来看一下 他是不是pd-r-000啊 f5啊 f 没完成啊 ok了 然后快了啊 已经完成 已经完成也成功了 是吧 然后我们可以到这儿啊 我搜一下这个tours 然后这个有个叫configuration的啊 那你现在我们再来搜一下这个叫cump 啊 ok 然后呢 我搜一下compress 往下边走 下边走 c 啊 ok 哎 嗯 不对还不对啊 compress 点上一个啊点上一个 用默认的压缩算法类型是吧 我想看的是一个compress type 那就是啊我们把这个拿过来看一下啊 没有点啊 他现在已经没有点我打错了啊 type 然后再找一个 ok 这儿它是一个force啊 这是默认值里面给的默认值给里面的 呃 这是因为我们他从配置文件里面来的啊 你看这个来源于咱们的map read 刚defort 刚才的脸餐门 那本质上呢 我们应该是这个tours的啊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最终的一个结果啊 看一下我们最终的一个结果啊 我们到这边来看一下 还是一样啊 把它这个打开 然后这边是运行我没有任何的异常啊 没有任何的异常 ok 那现在他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ok 现在是不是就不一样 现在他多了这一个多了这一个 那么hdfs dfs dfs 这个cat 啊 你看一下他能不能看啊 他是点这个什么后罪结尾的啊 dflate difficult 加说 ok 那你是不是看不了啊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啊 tags的换一下啊 tags gxt ok 这个是能看得了的啊 好有可能啊 就这我们线路前压缩完事之后啊 那他的这个量应该可能还比这个之前要大 那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我们的压缩算法 他本身要占据一定的空间 当你量达到一定这个程度的时候啊 那你的这个呃 压缩算法占据的空间才这个微不足道啊 才这个是有有有利的啊 好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 这个压缩完 然后他也拿到了一个压缩这个解压的一个东西啊 可以给我们解压出来 呃 那我们有哪些压缩算法呢啊 我们有哪些压缩算法啊 那这个的话在原码里面可以找到啊 那由于我这个之前跟你们考的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吧 压缩算法应该在这里面 稍微等一会儿啊 等他考完了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还没完啊 稍等会儿吧 这个已经拷贝过来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应该在哪啊 啊 你可以通过这个包啊 通过这个的包名啊 这儿 orgapache 是吧 io 那你通过找下来啊 他应该是在common包里面的 这个orgapache hadoopio 是吧 complex包下面的 那我们找这个common project 然后common 然后这个src 然后man 然后这个java 好 orgapache hadoopio 是吧 然后呢complex 这个包下面的就什么呢 压缩算法啊 那有哪些压缩算法 那带call的c的 像bzp啊 bzp压缩算法啊 然后咱们这个默认的是在这儿啊 differcall的c啊 这个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啊 可以打开看一下 那他这儿的话有一个扩展 get这个differt 一个tention啊 扩展名 扣制名其实就是这个 ok 就这儿啊 那我们这也可以看一下别的啊 别的话 那这些啊 differt codec grapcodec lazi scorec slipcodec ok 那么这个 或者是这些都可以看啊 你可以打开他的圆嘛 看一下人家怎么去做的一个压缩啊 ok 然后下面的话这种gzp好像是点gz格式的啊 压缩完事之后 那这的话我都不再去演示了啊 这儿他的扩展 默认扩展点gz格式啊 好 这就是压缩算法啊 那我们常见的压缩算法的话就是differcall的 然后这个gzp也用啊 slipcodec啊 也用 呃 还有这个lady啊 也用 ok 好 关于压缩的话呢 那我这儿 我们就是首先 我们可以通过代码来 代码的话 这种就是 这个控制到 哪一个job来进行被压缩啊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对集训镜配置 那通过对集训镜配置的话呢 就是所有在这个集训上面跑动的 那都将会被压缩是吧 这样的话就是全局的 那一个就是局部的啊 过有过的好处 ok过有过的好处啊 好 我就说这么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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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